第1992年1月份 一艘货船正行驶在北台平洋的海面上 货柜中装载了28000个 包括黄色小鸭在内的儿童浴盆玩具 此时海上刮起强烈风暴 货柜被冲入大海 玩具也散落海中被浪涛吞噬 这些失足坠海的黄色小鸭就像幽灵般 在20多年后的今天 它们仍会时不时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海岸 货物散落事件的10个月后 黄色小鸭和她的伙伴们初次在阿拉斯加海湾现身 约有10只玩具登上了陆地 距离它们最初落海的地点 大约有3200公里 接下来几年 越来越多的玩具飘上了海滩 美国 日本 澳洲 南非跟印尼 都可以发现它们的踪跡 由于小鸭们带有一致的产品编号 这些玩具成为了海洋学家们长期的追踪对象 用来研究全球的洋流系统 根据洋流预测 这些黄色小鸭不只会出现在太平洋沿岸 甚至会穿过白岭海峡 抵达遥远的北极 冻结在海面浮冰中 随着浮冰飘移到北大西洋 再被熔冰释放出来 直到今天仍有许多小鸭在海上流浪 它们的旅程还没结束 而且会一直继续下去 黄色小鸭的故事启发了无数人 至少有两本童书以这些小鸭为主角 海洋学家甚至称呼这些玩具为 友善漂流物 虽然有着可爱的名字 但其实这些小鸭显示出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海洋已经成为全球的巨大垃圾场 1997年 帆船选手Charles Moore 他在比赛中意外地滑进了北太平洋的环流区 这是一片海流非常缓慢的区域 其实很少有船只经过 但在他眼前开展的并不是蔚蓝海洋 而是风风相连到天边的垃圾 这些垃圾困住了他 不管怎么滑都摆脱不了 他最后足足花了七天才终于脱困 这就是恶名昭彰 明文侠耳的太平洋垃圾袋 此处飘荡的数以千计的废弃物 有人类航行时遗落在海上的货物 油料 鱼具 也包括大量来自陆地上的垃圾 企业 工厂 家庭制造的垃圾 就这样随着河川和排水系统 进入了海洋 顺着洋流循环聚集在一起 不断地在海中累积 想象一下 在一锅清水当中 加入大量汤料 不停搅啊搅啊 最后汤料会碎裂成许多的小块 整锅汤的质地也会变得更加浓稠 这就是Charles Moore目睹的景象 也是海洋的现状 一锅装满了废弃物的浓汤 由于绝大部分都是塑胶 Charles Moore形容它为塑胶浓汤 这锅浓汤相当大锅 太平洋垃圾带海纳了一兆八千亿个塑胶垃圾 预估面积超过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比四十四个台湾还大 这么广大的面积超越了许多陆地国家 海上垃圾的总量也令人震惊 为了唤起人们的重视 环保组织塑胶海洋基金会 向联合国提出了一个申请 希望让这块飘在海上的巨大垃圾岛 加入联合国 你可能以为这是玩笑 但其实已经有十三万人表示 想成为垃圾岛的公民 甚至还推出了国旗 护照 邮票 就连前美国副总统高尔都是公民之一 除了垃圾岛国这类的宣传与倡议之外 许多人也正在设法清除海中的废弃物 这边我们就来谈谈几个新发明 2011年 16岁的荷兰少年Boyang Slat 他提出了海洋吸尘器的构想 经过数年测试 终于在2019年成功运作 这个海洋吸尘器 是一条600公尺长的巨大浮网 使用风力 海潮 太阳能 等天然动力 在海面上 随着浪潮与风 自行漫游 捕捞海中垃圾 在首次捕获的垃圾当中 包括许多塑料碎片 以及重大一顿 被扔在海上的废弃渔网 而澳洲人 Andrew Turton 跟Pick Keklensky 他们两个人设计的海洋垃圾桶 则是设置在码头 以帮扑 引导水流 让垃圾可以自动的流进 富有滤网的桶子中 再让干净的海水排出去 这个设计 不只能清理宝特瓶 烟地等废弃物 还能过滤油污 燃料等液态污染 由于海洋垃圾 很大一部分来自陆地 拦截河川垃圾 同样重要 于荷兰市办的气泡屏障 则是一道设置在 运河河底的多孔管线 它压缩空气透过孔洞溢出 在上方形成气泡墙 借此改变水流 让垃圾流到河边的小平台 收集起来 根据测试结果 这项装置不只能拦截 八成的漂浮垃圾 还能增加河水的含氧量 抑制有害藻类的生长 另外 还有一些人 尝试用更生物学的方法 来消除垃圾 像是不久前 德国团队 他找到一种土壤细菌 能附着在聚氨纸上 以有毒的塑料作为食物 也有人发现 居住在蜂巢当中的蜡鹅幼虫 能够消化聚乙烯 只是这些研究都还在初期阶段 仍需要更多的实验 来增加稳定性 避免可能产生的生物危害 各位观众 这是见证奇迹的时候了 吃掉信用卡 看似疯狂 但这是你我每天都在做的事 你一定看过这些影片 无辜的动物将海洋垃圾 吃下肚 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 这些危害 看似离人类有些距离 可是你以为你能逃过一劫吗 微塑胶 指的是直径小于5公里的细小塑胶 它遍布在我们的生活中 例如泡棉 颗粒 柔猪等等 其中又以人造纤维最为大宗 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 在恒春半岛的调查发现 残留鱼类体内的塑胶污染 绝大部分都是微纤维 这些纤维究竟是怎么跑到水里的 看看你身上的衣服 人造纤维只要经过磨损跟清洗 就会释放到空气跟水中 研究显示 每洗一次刷毛外套 平均会掉落25万根塑胶纤维 每年流入海中的塑胶纤维 等同于500亿个宝特瓶 各位爱干净的观众朋友 也许你们没想到 洗衣服这么单纯的家世 其实也会伤害环境 而这些微纤维 微塑胶 不仅难以捕捞清理 更令人担心的是 它们最终都会回到我们的肚子里 假设一只小虾米体内 有一颗微塑胶 吃了一百只虾的小鱼体内 就含有一百颗微塑胶 吃了一百条小鱼的中鱼 就含有一万颗微塑胶 吃了一百条中鱼的 最后 这些数以百万的微塑胶 通通进入了食物链顶端的 高级掠食者 也就是我们的胃领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 2019年发表的统计数据 平均而言 每人每个礼拜吃下的塑胶量 大约是5公克 等同吞下一张信用卡 而微塑胶 不只来自于我们 无意间释放出来的垃圾 也可能来自于 我们主动制造的产品 维也纳医科大学 曾经收集8名志愿者 提供的粪便进行检验 发现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 粪便样本中 都包含了微塑胶 其中含量最多的材质 是PET跟PP 也就是瓶盖跟食物包装 常见的原料 另外 加拿大学者研究四种市面上 使用塑料包装的茶包 发现在泡茶的过程当中 细小的塑胶碎片 已经出现在茶叶里 也就是说 我们每次吃东西 喝茶的时候 已经顺便把塑胶一起吃下去了 话说回来 塑胶真的那么食而不赦吗 这边就来聊聊塑胶发明的初衷吧 其实当初发明塑料包装 是为了拯救地球 早期人们使用纸袋包装 但纸袋容易破 不防水 不耐用 又需要砍伐大量树木 因此在1959年 瑞典工程师Tulin 他设计出第一个 以塑料制成的袋子 让人们能够以更方便 更便宜的方式来包装物品 不仅兼顾耐用 又减少发木 成为了化石袋的发明 也成为环保的希望 但事与愿违 Tulin的专利技术 不久后被一家包装工厂买下 开始大量生产塑胶袋 因为成本低廉 塑胶袋迅速流行起来 占领了各大州的消费市场 到了2000年 塑胶袋几乎完全取代了全世界的纸袋 与布类包装 可惜的是 塑胶制品并没有带领人们走上环保之路 在大量的生产跟消费之下 便宜的塑料包装 只使用一次就被丢弃了 塑胶垃圾也成为头号污染源 完全背离当初的美意 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发明者Tulin 应该从来没想到吧 近几年 人们致力于减速 走回纸袋与棉布袋的老路 经常可以看到商家提倡 环保包装 玻璃 竹子等原料 也逐渐被应用在环保商品上 不过 换个材质真的就比较环保了吗 考量到制造过程中 消耗的能源与造成的污染 一个纸袋必须使用三次以上 才会比塑胶袋环保 棉布袋的原料需要种植棉花 必须使用131次以上 才会环保 也就是说 重复使用才是环保的关键 如果不改变消费态度 跟使用习惯 那些以环保为名开发的商品 也只是个噱头 至于未来 新科技有可能一劳永逸 解决塑胶问题吗 我们真的有可能发明一种强大的装置 清除制造出来的垃圾 我们真的能够找出一种完美的材质 既符合经济效益 又不伤害地球吗 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谢谢收看这集的可能性调查署 别忘了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天下没有难学的知识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